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们一起学习朱子之家格言 越学越对于中华民族可以绵延五千年的文化不衰 不是偶然的 因为全世界的古文明 只剩中华民族的文明 还延续下来 西方人很好奇 曾经在二次大战前夕 还做了一个研究调查 结果呢 他们是说到 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 随着我们学习地之规 了凡视讯 这都是家规 再来诸子之家格言 让我们很感叹 因为这么好的教诲 假如能升职在我们心中 下一代的心中 种种家庭社会的乱象 就不存在了 所以师长老人家强调 灾难的根源 是人心出了问题 人心要靠教化 所以东方忽略了圣贤教育 西方忽略了宗教教育 这个才是动乱的根源所在 俗话讲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深 不从人心解决问题 是不可能改善 所以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我们 常常读诵 感受会更深 像一开始 黎明极其 傻少听处 要内外整洁 孩子勤奋 孩子有责任心 现在孩子问题在呢 没责任感 懒惰啊 人只要懒惰啊 种种邪念都会出来了 不感恩了 是为理所当然的 所以 随着我们深入这些 宝贵的家训 更可以体会到 中华民主啊 有五千年 教育的理念 智慧 经验 方法 还有五千年的效果 代代都有圣贤人 结果我们这几代忽略了 现在要找一个孝子 都不容易啊 所以最大的危机在哪 丧失民族自信性 我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结果现在外国社会的乱象呢 我们华人世界都有 所以要有智慧啊 要有理智去判断 邪正是非正位啊 不能盲从 我们也很欣喜 现在 我们祖国大陆 有习主席这样的明君 在恢复传统文化 全国人民都感觉到 整个社会风机的改善 非常的快速 这孝经讲的是真实的 一人有亲 这个国家领导人有德行 照明赖之 十几亿人 仰望他 效法他 风行草眼 孔子讲得很正确 君子只得风 小人只得草 这个小人是指老百姓 上行下校 这个都在给我们信心 在拉回来我们自己的家庭 父母带头坐 孩子也是风行草眼 朱子家格言又提到 一粥一饭 当时来处不宜 半师半侣 恒念物力为奸 现在很多乱象都从奢侈来的 他假如从小扎这个根 他就不会被这个社会 所左右 所污染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谈到的 经句是 见色而起 淫心者 抱在妻女 这些经文 是孩子从小读的 父母 甚至于一个宗族的长者 又常常讲故事给他们听 这些道理 这些故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深植在他们的心中 遇到境界 遇到诱惑来 他的正气容易提起来 假如我们从小 都没有这一些熏悉 甚至还常常受染污 那遇到境界 怎么会有定力呢 所以人的定力 观照能力 一定是从小扎根 那也从这里我们感觉到 像诸子之家格言当中 每一句 其实都是一个人 这一生成败的关键 那朱伯鲁为什么写这一篇文章 他爱他的后代子孙呢 那大家现在为什么来学这一部 经典 有没有人说 在家里没事 来消遣消遣 学习的心态 影响着学习的效果 有些人敢流行 现在人都读经 我也来读读经 学习要知道自己要的目标 而且还要发愿 学家训就要有志气 要开千年不衰的家道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朱伯鲁先生 他的后代也传这么久了 了凡先生的后代也传这么久 他的家道还是很好 孔子也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越学习这些家训 越体会到 师长老人家说 中华文化用一个字来代表 孝字 大家今天来学习 是不是在立行孝道 你们怎么没有反应 首先我们明白道理 不糟蹋自己 不让父母担心就是孝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再来你把自己的孩子 孙子教好 才对得起祖先 这么好的教诲 是立意后代子孙 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子 不可分 都把这么好的人生智慧 传给后代 孩子在立行这些教诲 他也想着父母 想着祖先 所以有一句俗话叫 一人得到九祖升天 后代子孙也是在为祖宗着想 大家看历史当中 很多公在国家的这些读书人 都追封他的父母 他的祖父母 甚至还有追封到真祖父母 给他们很高的功名 可能大家说 人都死了 封这个有什么意思 有没有意义 告诉天下人 这个动粮之财 怎么来的 就是他的父母 祖父母 这些祖辈 把他培养出来的 可是这个人 他的真祖父母 他也没见过 干嘛还封他 一个家道 是代代传下来的 这些恩德 都不忘 所以以前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他在封有功之人的时候 他同时也把知恩报恩 教育了天下的人 包含这一个人有贡献 当初哪一个人推荐他的 这个人也要封 不忘源头 饮水思源 好 所以我们理解到 孝是核心 理解到 父母 祖先爱子孙 我们再来读这个经句 那个味道不一样 而且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中华民主的儿女 不只受我们祖先的教诲 各个姓氏的祖先 都非常慷慨地 供养给所有姓氏的人 大家读过范宗淹的文章没有 又不是只有范公的后代可以读 曾文正宫的文章 大家读过没有 都读过 而且他们没有打上 版权所有 你看现在的社会风序 都是版权所有 其实古人 他不会这么做的 一来他有利益人的胸怀 再来 这些教诲是他的吗 孔子是至圣 孔子有没有说 教诲是我的 没有 孔子说他 数而不做 幸而好苦 这都是历代 姚舜 羽汤 文武作工 这些圣人传下来的文化 他不只不会占为己有 他会形成一种使命感 身为炎黄子孙 都有责任把它传下去 好 那我们接着上一句讲到的 建设而起淫心者 抱在妻女 这个提醒 这个提醒很深刻 只是动个念头 就会酿成子孙的灾祸 哇 那这一句听明白了 念头都不能起 怎么还可以有言语跟行为呢 而且这个经句 它很有深意 它明白念头的危害 是非常大的 这个念头没有控制住 它会一直发展下去 它那种爱慕贪求 控制占有 就开始相续不断 接着得不到会惩恨 会跟人针锋吃树 嫉妒 甚至于最后还会起杀害之心 你看现在情杀这么多 但从根源处指引什么 一个邪念没有控制住 看这个经句 古人强调什么 防伪杜剑 所以一念祸福在其中 一念 是天地人三宅 还是畜生 也是在这一念 差别 所以古人对于 克制念头 非常强调 克念做圣 这个错误的念头 要一刀斩断 不能犹豫 不能犹豫 正念要马上现前 邪念才污染不上 所以一念可是天堂地狱的差别 而我们从这里 想到古人 非常重要的提醒 它叫万恶 它叫万恶 盈为首 百善 孝为先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语 可是自己成长过程中 看到很多现代的电影 好像都在鼓吹 这个男欢女爱 甚至是违背 伦常的 违背礼教这些 都有 我们从小没有被教育 这些是不对的话 那都视为是正确的 所以古人这一句万恶 盈为首 从现代社会来看 古人真是 争之逐渐 因为 银比杀 危害更大 银接近杀 首先 从自身来讲 残害自己的身体 这是自杀的行为 大家现在冷静去看看 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体素质怎么样 他们被误导了 太多这些 骄涉营 这些沙道营的污染 所以他们中欲 身体就搞坏掉了 吕洞宾先生 就有讲 他说 二八家人 体四书 腰间藏剑 斩渝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催人 骨髓哭 十六岁的少女 她的肌肤像书一样 但是就好像 她的腰间 配了一只剑 砍这个愚昧的男人 虽然没有说 人头落下来了 但是因为 好色的过程 她的骨髓就枯竭了 所以孔子讲 少之死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所以一个国家 下一代假如 不借 盈欲 这个国家 铁定要衰败 首先 为什么赢 比撒厉害 第一个 残害自己的身体 彭星医师 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才四十岁 给她把脉 就是中狱太严重了 就劝她 一年不可以中狱 要断房市一年 结果她不听 半年之后 身体的病症就出来 一年后就瘫痪了 中医也很厉害 她都看征兆 可以洞察极限 中医有五千年 要听 不听老人眼 中医也是老人 五千年 现在人不相信中医 要相信这几百年的西医 当然中西医都有它的长处 而中医最强调的 是自未病 不是自已病 很高明的地方在这里 除了残害自己以外 这个邪淫 假如她的丈夫知道了 可能会愤怒 操刀 这个时候就出人命了 甚至不是只有恨对方 可能还恨自己妻子的父母 你怎么叫出这样的孩子出来 那个会殃及很多的人 包含针锋吃醋 嫉妒兴起来 也会出人命了 还有很多人 造急重的恶 杀害这些女子 最后她也被判死刑 也是亡法所杀 纵使侥幸 没有被世间的法律 所制裁 老子讲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她最终还是会 短命夭折 疾病 这是必然的 其实从心理上讲 她做了亏心事 从那一天开始 她就是身心不安 怎么可能会好呢 所以这个邪添造成可能是三代人的痛苦 我们说今天因为仇恨去杀害人 那是因仇恨造成的 可是这个女子跟我们无冤无仇 她的家人也跟我们没有仇恨 可是我们因为这个欲念 最后造成对方及家人 三代人的痛苦 这个罪业是比杀害严重 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没法见人 她的孩子抬不起头 这杀三代人 在明朝 有一个读书人 她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刚好隔壁有一位指挥使 一个官员 那个官员的女儿 对她有好感 献殷勤 她读书人很有正气 这个是礼法不容 所以回绝了那个女子 结果这个女子 还是不死心 派她的婢女 半夜来找她 结果这个读书人 她当然守住她的 正念 而住在同一个客栈的 另一个读书人 就起了邪念 就冒充她 到隔壁 跟这个女子私会了 结果隔天一早 这个女子的父亲 就指挥使回来了 看到这个门是开的 她就很气愤 古人 对于违背道德 是非常不能容忍 自己的女儿 做出错误的事 她也是很气愤的 一进去 看到女儿跟这个读书人 跟这个男子在一起 马上挥剑 就把这对男女 就杀了 所以同样进京赶考 一个读书人有正气 后来顺利考上功名 走上了举子路 考上举人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守不住 圣人的教诲 走上鬼之路了 被杀死了 所以这个 一念之差 天冤之别 所以可见 败坏道德的严重性 再来 这个 血影还会 殃及 伤害到自己的子孙 像我们 跟大家分享过的 豫章这个地方 有两个 兄弟 双胞胎 几乎同一个时间 生下来 声音 相貌 完全分辨不出来 所以父母还得要 用他穿衣服 穿鞋子的颜色 来分别 才行 结果呢 他们的功名 包含娶妻 包含生子 几乎都同样的时间 所以 亲戚朋友都说 这两个人命是一样的 后来进京赶考 刚好 隔壁有一个女子 对她 这个哥哥有好感 她哥哥婉拒了 但是知道弟弟跟他长相 一模一样 就劝告他的弟弟 不可以做 违背良知的事情 不然前途堪忧了 后来弟弟没有守住 还是犯了错 骗了这个女子 结果他哥哥 考试顺利 接着他继续考 进士了 他的弟弟还骗那个女子 使他考上 还把他很多钱拿走 后来这个女子就 又知道 又考上进士 其实是哥哥考上了 就一直等 等到最后就 忧郁而死了 死前还写了一封信 寄出去 被哥哥接到了 哥哥就知道 弟弟犯下大错 哥哥考上进士 后来飞黄腾达 后代子孙也很兴旺 这个弟弟没多久 他的儿子死了 所以这个是 霍言子孙了 然后自己因为 上子之痛 太伤心 也哭到瞎了眼 没多久也死了 所以告诉我们 邪淫会断止绝孙的果报 从这个事 我们可以明白天地之间 这些天理 那有一句话还劝我们 说 劝君莫戒风流债 戒得快来还得快 家中自有待还人 你要赖时 他不赖 所以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你贪了不义之财 最后你还是得要出去的 那是留不住的 你今天伤害人家的妻女 最后回回来的 还是伤了自己的妻女 天道好像一个循环一样 所以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而且钱债比较好还 钱债不好还 这个是我们谈到 邪淫接近杀 的一个反思 央辑子孙 再来 现在社会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堕胎的问题 堕胎都跟邪淫有关 全世界一年五千万人 万物之灵 现在变成杀害自己的青生骨肉 所以这个万恶赢为首的教诲 对这个时代是太重要了 而堕胎呢 不只意味着 胎中的孩子的死亡 妇女本身 也有死亡的危险 我们看到报纸上 很多少女去堕胎 后来失血过多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而且经教也告诉我们 无微不思 得健康长寿 杀害自己的孩子 这是违背 无微不思 怎么可能身体会好 所以有一些堕胎 就有可能发生死亡 是自身的死亡 再来会产生不孕 依据科学的一个统计 多一次胎 生育能力下降25% 因为他整个身体 尤其他整个孕育孩子的 这个子宫都会有严重的受损 所以现在 让我们很感叹的现象 是未成年的 堕胎的 排得长长的队伍 另一头是结了婚 生不出来的 妇女在求诊 这个是很可悲的现象 问题还是出在教育 不懂得自爱 不懂得明解 放纵欲望 自身有可能死亡不孕 而且会疾病 依据统计 堕胎的妇女 她得忧郁症 是没堕过胎人的三倍 这个可以想象 因为自己会自责 所以堕过胎的 自杀率 是没有堕过胎的五倍 还有意外死亡 堕过胎的是 没有堕过胎的三倍 那这有什么关系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左传提醒我们 你做太多伤天害理的事 当然老天要把你收回去 因为我们不像人 这会感召来凶祸 还有一个统计提到 女子有妇科病 百分之八十都多过胎 所以她罹患疾病的比率 比较高 不只自身受影响 她以后怀孕 孩子很难带 这还会伤害到后代 这个用科学来讲 很容易了解 诸位朋友们 你们 假如到山上去 青山绿水 食场好不好 很好 那假如呢 你去完这个青山绿水 突然给你载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专门杀狗的 那你一进去 食场一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空气 有没有不一样 有吧 存不存在 存在 那子宫本来是孕育的地方 那磁场很好 结果你剁了胎 那个整个磁场就变了 那个都留有讯息的 江本圣博士的水实验不就告诉我们 水会不会记忆 会啊 水会记忆 我们身体会不会记忆 会啊 所以孩子难待 可想而知 但是 几代人缺教育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所以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今天 这一堂课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把这些 观念 这些道理 这些事例 广泛地去宣扬 一来 弥补我们以前 思想观念 行为上的错误 再来 不要让后面的人 走我们这些错误的弯路 好 这个是 让我们感觉 万恶赢为首 首先第一个是 邪赢 接近 杀害 第二呢 会自毁前程 会把自己一生的功名 给毁掉 上一节课 我们举的例子 起了一个邪念 功名就没有了 可见念头的危害 是很大的 所以要转念 就改命运了 所以 林哲学先生 讲得非常精辟 纯心不善 风水无益 心地不善良 家里是很好的风水 也没用 慢慢这个风水就破了 我们之前学了凡事讯 人的心念 要为天下苍生着想 我们把每天读经 做好事这个功德 都回向给 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苍生 这个心念就很可贵 魏中达先生 已经给我们 很好的启示 君之一念 已在万明 可能我们想说 他是当官的 他可以修这个福分 那我们能不能修 可以啊 像我们现在好好学习 你们好好教育孩子 以后到马来西亚汉学院 去弘扬汉学 那您在教育孩子的 存心都是为了 把圣教弘扬到天下去 君之一念 也是已在世界的人民 好 所以 不能自毁虔诚 要从邪念克制起 明朝家境年间 有一个读书人叫陆仲席 他的才华很高 才十七岁 道德学问也很受推崇 这算是奇才 用现在话讲叫天才儿童 他跟他的老师 邱某 姓邱 到了京城 结果 居住的地点 对面 有一个女子 长得很漂亮 师生两人 就常常偷看这个女子 一般人看 跟读书人看不一样 读书人是名理 明知故犯 加一条 他的老师更严重 还要再加一条 误人之地 结果这个老师也很糊涂 还跟这个陆仲席讲 你到那个城隍庙 去求城隍爷 说不定 可以促成你们两个的事情 结果当天晚上 他们师生两人就梦到神明来 喝斥 苛责他们 因为他们的行为 是亵渎神明了 结果梦中 还查到 这个陆仲席 本来应该是 假虚年的状元 状元就是 静世的绑守 等于是他本身 服务是很高的 但是就是因为 贪女色 结果这个意念 亵渎神明 造了很大的罪业 结果当天醒过来 他的老师邱某 就得祸乱死了 他自己也终身凭见 所以这个等于是 不克制邪念 最后毁了自己的一生 这是自毁虔诚 再来 这个万恶淫为首 我们可以体会到 第三个重点 他会影响整个社会 这邪淫的风气一起 离婚率就越来越高 以前没听过离婚的问题 现在大都市里面 四层五层的都有 非常严重 人不懂得 人不懂得情意 不懂得节操 不懂得 要对得起 另一半 放纵欲望 才感得 离婚率高 离婚率一高 单亲家庭 未婚生子就多 下一代的道德素质就低 这连锁反应 古人为什么 男女的理智这么样的严格 都看得很远 现在已经 问题出来了 想要扭转都相当困难 所以理济学济讲 发然后进 这问题已经产生了 你才要去禁止 汉格而不慎 很不容易 扭转 今天我们 谈的这些道理跟事例 去跟现在十七八岁的人讲 容不容易 现在从胎教开始讲 十七八岁比较晚了 大家不要这么一听说 那也别讲了 亡羊补牢 游未完以 多讲 慢慢 他本善的心可以引发出来 所以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 可以出贤人 三岁以后 很努力教 可以出君子 像李旭是二十几岁才开始学 能修到善的人不错 所以理济学济里面讲 教育的时间点 静于未发 只为预防 我们有一位同事 他就感觉这个胎教 影响很大 他怀孕的时候 就跟他孩子讲 孩子现在是早上 孩子现在是晚上 该睡觉了 就这么跟他沟通 结果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 生活很规律 该睡觉就睡觉 这个是正面胎教的力量 这是正面的 他自己也反省 他说怀孕期间常生气 所以他这个孩子 脾气也大 好的也学 不好的也学到了 大家不要听完 很冲动 好 再生一个 您假如 还有时间 又懂这些道理 好 培养一个栋梁之才 这个可以 您度得量力一下 不要太激动 古人这些道理 确实对我们 有很大的一个启示 所以古人这个考虑 因为只要离婚率高 家庭 工人 就会退上 孩子没有很好的环境 当然 他的素质就会下降了 犯罪率一高 整个社会就是不安定的 所以我们 对于整个社会风气 都有一份责任 不能只想自己 好像这整个社会 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夫妻和乐 就给社会带一个好头 离婚就影响 这个社会风气了 古人很重视这一点 我们复习一下 了凡世讯讲的 不论现行 而论留弊 我看大家的反应 一年多前讲了凡世讯 你们一年多放下的功夫很好 放下是放下欲望 烦恼 不是放下好的教诲 好的教诲要常常温习 不论现行 不论现行 而论留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所以几千年来 女子的穿着都非常端装 大家现在在马来西亚 注意去看那八十几岁的老太太 你看她们穿 我都穿得很端装 你一看到她就肃然起敬 自重而后人重 自敬而后人敬 这些老太太 纵使在自己亲生孩子面前 都是这么庄重 不随便的 我们现在假如没有这种态度 敏感度 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 那孩子学到什么 没人看到的时候都可以随便 那圣读的功夫怎么培养 我认识一位校长 他非常有教育爱 他教了很多学生 常常都回来看他 他还讲到说 弟子归还是他的学生介绍给他的 他就回想小的时候 母亲在他的印象当中 都是非常断装 不是穿得拉里拉拉的 这个母亲的行仪 都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他的小孩 所以穿着会影响 孩子以外影响社会风景 所以现在的女子 假如能懂这些道理 她也会重视自己的穿着 要断装 不然穿得暴露 是造作罪业的 会让人家起邪念 只要让人家有不好的念头跟行为 这个都是造业 我们很重视自己的威仪 很端庄 看到的人都受我们的影响 这个是机功联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是可以影响家庭跟社会的 包含人与人的言谈 都要正言正语 启发人的信心 启发人的智慧 不可以谈谐言谐语 引人家的邪施 甚至还促成人家的恶事 这个罪业就大了 我们假如不被提醒 也很难不随波逐流 甚至于这种 谈这些轻浮的言语的风气 在公家机关 甚至于是在教育界都有的话 那这个罪业就更重了 教育界你要作育英才 还有这些邪的思想影响学生 这个都是严重的罪孽 公务员是国家的代表 更要注重形象 那影响社会的还有媒体 还有书籍 好的功德无量 不好的 大家冷静去看看 这些拍摄情的 这些影片的 果报都很惨烈 我们都熟悉的一个艳星 玛丽莲梦露 很年轻就死了 死的时候 那个相貌很凄惨 包含演艺圈很多 带动一些很邪影风气的 都短命 你们自己去观察 真理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在古代 水浒传 施奈恩写的 里面太多暴力事情 结果他的儿子 孙子 真孙 都是哑巴 果报摆在眼前 西乡记 所以这些书籍 你说文学 都还是要用 圣人的标准 不然有名的文学 也是残害人的心灵 有名没有用 要正知正见 施奈恩 是这个情况 西乡记的王石府 那里面剧情 太多男女失惠 结果他还 还没死前 就常常绞自己的舌头 最后也就死掉了 果报都很快 因为影响的面太大 影响的时间太久 那他造的业 到什么时候 才没造业 等到这一本书 消失了 他才没造业 不然他现在 还继续造业 所以古人在考虑事情 是非常深远的 好 所以这样分析起来 这个万恶淫为首 是真知作鉴的 更有圣者 都因淫乱 整个国家就毁掉了 商朝的 因达基 还有周朝 周幽王 宠爱包氏 整个国家都亡掉了 那孔子 当时候 治理鲁国 做大事后 兼宰相子 整个鲁国 就一片光明的虔诚 结果齐国 嫉妒啊 怕他鲁国强大 送了很多女子 就是一些异技 表演 这些歌舞的异技 送给他的国君 鲁定公 最后抵挡不了这个女色 连圣人都留不住 孔子才因为这样 周游列骨 看能不能找到 明白的领导人 来推行 治理作乐 所以严重到 会毁了一个 国家 天下 而整个 政治界的腐败现象 也跟女色有关 我们看很多贪官 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社会跟贪污 社会跟毒品 种种这些不好的东西 会连在一起 古人留下来的 这些真知灼见 我们都要细细去思维 才能体会他的深意 淫乱的果报 很惨烈 不淫乱的果报 很殊胜 首先我们很熟悉的 五福灵门 其中有三福 就是不淫乱的 就能获得 第一个 长寿 第二 健康 第三 考终命 就是 临终的时候 没病 自在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现在的人 接近临终 都是昏迷的 占很多 这个都跟 众狱有关系 在信州 信州是四川城 有一位读书人 叫林茂仙 他很用功读书 因为当地 推荐他去考境诗 在制度上是可以推荐的 结果隔壁 有一个女子 半夜到她的住所 她义正词言 苛责她 男女有别 礼法不容 而且举头三尺 有神明 其实人 往往是一念之差 只要有人提醒 人性本善 也都能够转过来 所以这个女子 借由林茂仙 这样提醒 也觉得很惭愧 就走了 后来她次年 就隔年 就考上境诗 生了三个孩子 都考上境诗 所以这个不淫乱 她整个 她自己跟后代子孙 就兴旺起来 假如继续去查 她后来的资料 有可能她的后代子孙 不知道出了多少 境诗 好的家道 是真能出人才 在广东 有一个地方 她整个家族 出了一百多个境诗 他们的建筑物 让人看了 为之动容 所摆设的这些书画 每一幅都有教育意义 所以建筑 书画 家庭的任何的摆设 都不离教育 从看到这样的建筑物 再想想 师长讲的 中国人有五千年教育的智慧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是在信州 四川地区的 福建 有一个读书人 叫张文起 刚好遇到 这个匪寇 遇到一些强盗 袭击 他们的村落 那就上山避难 跟他一位 周姓的朋友 结果躲到山洞里 刚好那个山洞 有一位女子 长得也很漂亮 那个女子 一看他们两个男人进来 就要赶快出去 以前的女子是很 守这个 分纪的 当下呢 这个张文起 就安这个女子的心 你现在出去 怕会遇到 这些强盗 就危险 我们也是老实人 你不要担心 结果躲到半夜 他的这个周姓的朋友 有点扶不住 恶念 结果张文起 就几度制止他的朋友 才保住了这个女子 等天亮了 他还非常擅脚 就带着他的朋友 说我们先下去看看情况 所以看得到这个读书人 随时很警觉 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 不要造成意外 就把自己的朋友也支开 一起下去了解情况 后来找到了一些父老 一起上山 然后询问这个女子的家 就赶紧把他送回去了 结果没有多久 有一位黄姓人家 来跟他谈婚事 还准备了很好的嫁妆 结果一了解 这一户人家的女儿 就是之前在山上 躲在洞里面的那个女子 你看姻缘天定 他们假如那一天做糊涂事的 那最后伤害的是自己 但是他很有德行 最后赶来好的婚姻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登科 都考上进士 所以这个是不淫乱的 殊胜的果报 我们深刻体会到 要克制邪念的重要 要守得住正念的正行 那要用什么方法来对质呢 自古以来 很多读书人 修学的人 这一关有时候还把持不住 所以面对这些诱惑 都要下大功夫 首先要建立理智 不能感情用事 在太上感应篇汇汇编 里面谈得非常多的教诲 很能启发我们的理智 像书中有提到 一时的这个欲念 其实是很容易消除 正念现前 了凡世君说的 正念一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只要我们想到 我们一生的功名 一生的性命 是很重要的 我们扶不住这个邪念 可能我们百年的名誉结操 毕生的虔诚 甚至于祖宗积累几百年的 因德 还有后世子孙的福禄 都可能断送在这一时的迷惑 那人能那么想 这个邪念就消下去 那明朝的高宗献先生 他做了辟语 说到 人这个身体 此生如白玉 像白玉一样 一丝脚便碎 所以爱护自己的明节 要像拿着白玉 要战战兢兢 小心走 不然会一丝 逐臣千古恨 那此事如震毒 这邪淫 这件事情 像毒药一样 一入口即死 这人生可能就毁掉了 所以这些理智 我们要建立起来 那具体的方法 首先要了解 这个邪念 也是虚幻的 假的 不是真的 明朝一位读书人 王荣熙 他也很会引导人 很善巧 很有智慧 有一天 有个人请教他 怎么调伏 一念呢 他就 问他 问对方说 假如今天 有一个 民妓 一个妓女 她在这个 闺房里面 然后你一进去 把他的帐幕 拉开来 你本来进去的时候 好像很冲动 结果一拉开这个帐幕 里面居然是你的妹妹 还是你的女儿 你当下的营念 还在吗 一片银心 顿袭 一下就 这个麦克风还会配合 天地万物 都是有 都是有机的 就没了 它怎么是真的呢 你误把它当真 所以不是营念是假的 人所有的邪念 都是假的 只要你认识它 它是假的 你正念一提起来 邪念就污染不了 所以这个是 首先知道 营念也是假的 不是真实的 你把它当真 它就越来越作怪 就好像 影狼入室 任贼做父 你把它当真 可是你 今天这个贼要进你家 你桌子一拍 你很有正气 他就吓得跌下去 他就不敢作乱了 所以古人为什么 圣读 随时都是保持 正念 正气 第二个方法要强调的是 非礼物死 只要会让自己 起邪念的 这些情境 或者是电影书刊 场所 这个都不要去接触 非礼物死 这个也是爱护自己 不要魅了自己的 本心 本善 也不要去糟蹋 礼物死 在 这个非礼物死 礼当中是恭敬自己 也是恭敬他人 其实我们只要随顺邪念 都是在自己糟蹋自己 所以首先我们学习自爱 在四十二章经当中 这是佛家的教诲 让我们怎么对峙邪念 经文当中讲 四老如母 看到彼此年长一辈的 要当作自己母亲一样 就不会有邪念了 四长 长我们几岁的 四长如姐 像姐姐一样看待 四少如妹 小自己几岁的 像妹妹一样看到 四幼如女 少我们一辈的 少我们很多岁的 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样的念头 一起来 邪念就不会上来 所以这么多方法 这么多教诲 可见圣贤 祖先 对我们是很慈悲 就是不厌其烦 而提命命 有一种方法 叫不静观 这是我们谈的 第四个对峙的方法 我们华人应该很熟悉 达摩祖师 是禅宗的出主 他有一段教诲 叫皮囊歌 皮囊 其实我们这个人生 就是臭皮囊 外面沾了一层皮 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干净 这皮囊歌提到 尿死游 我们身体里面 每天要排很多毒 其实身体里面 都是尿跟死的 在那里流通的渠道 浓血锯 身体里有好多的 这些浓血 脏东西 算来有神 风流去 做一个比喻 其实就是 就好像一个花瓶 里面装的都是污秽的 粪便 这个花瓶送给你好不好 所以人 不要贪恋这个身体 其实身体 七孔常出不净之物 那唐朝有一位名相 叫敌人节 他就非常善用这个不静观 所以他有很多境界都克服掉 后来也有很大的福报 他就讲到 就美色当前 就观想 过不了几天 假如这个女子抱病死了 死了以后 她的尸体腐烂 腐烂会有很多的尸宠 那个臭味熏天 你们现在闻到没有 只要是动物的尸体 那个味道很臭 我想可能人的身体更臭 当然 假如你好好修行 很多人修行很高 身体全身都还流着 还有香味 我们都曾经听过 虚云老上不洗澡 人家那衣服都香 听到这个 我们身材贵心 每天觉得身体错 就身材贵心 要赶快加把劲努力 不是民国时期是这样 我们有个朋友 到中南山去 遇到一百多岁的修行人 一个老和尚 说十多公尺 就闻到了老人的香味 而且他也不洗澡 所以这个都是有功夫的 这个敌人姐就这么观想 这个女子再怎么漂亮 腐烂的这么臭 很可怕 这么一想 邪念就没有了 这个是做不静观 能这么去观想 是有智慧的 第五个方法 是借淫法 这本书上写的 说到他诱我 对方淫诱我 是让我杀身破家 会造成我没命了 祸害来了 甚至于我的家就毁掉了 损受责福 损了我的寿命 责了我的福报 食害我性命的物事 对方是来害我的 能看清楚这一点呢 该把做 该把对方当做什么呢 杀人利刃看 就像一把刀要来害我 害我全家了 这个女子一下变成一把刀 邪念就没有了 做虎狼看 他就像虎跟狼 要把我吃掉了 做毒蛇看 做勾魂鬼死看 他像勾我魂的 这个鬼死来了 做全身怨对看 这全世结了很大的怨 要来毁我全家的人 看 若做如是等官 能这样去关照 邪念就没了 这一段话讲完了 你们会想了没有 我们要献学献用 在第六个 文昌帝君 娇窗窗死者 里面有教诲道 你看古人光是要提醒我们 万恶赢回首 多么苦口婆心 我们要珍惜他们的教诲 未见不可思 还没有看到女色 不要去想 常常都思维 慎险的风范 多读经教 正念分明 人能够遇到境界不被转 主要他平常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平常就妄想邪念一堆 遇到境界 兵败如山倒 所以未见 不可思 当见不可乱 见到女色的 要扶得住自己 心不可以乱 心烦意乱 既见不可义 见过以后 不要去回忆 都是在这个念头上下功夫 所以这个平常 最好 不要胡思乱想 有空就多看经典 多听经典 这样最好 保持这个正念 第七个方法 有个读书人还建议 有这个邪念上来的 把自己的手 放在火上烤 很痛啊 一痛 你的专注力就在痛上面 再想一想 假如这个念头不转过来 真的会比火烤还惨 那他还继继续提到 假如克制不了邪念 就观想 自己也即将到这个坟墓里面去了 那坟墓里的人呢 也曾经活着像我这样 人最终都是要走到坟墓去的 现在放纵这些欲望 有什么意义呢 人只要想到随时会死 这一生干的一切善恶 都会跟着自己 就不会乱来了 所以这个死字很好用 什么邪念 恶念克制不了 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 常常提醒自己 人命无常 还起这个邪念干什么 还干这个糊涂事干什么 所以佛家一位高僧 印光祖师 就常常提醒 人常常念着生命无常 正念容易保持 第八个方法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能暗示亏心 神目如电 人假如想到 自己所做 拾目所示 拾所拾 有多少天地鬼神 多少人都会看到 不敢胡来 警觉性就会高 第九 其实 孔子教导我们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常常能够换位思考 今天我们 建设起淫星 这样对待人家的妻女 换个位置 人家也这样对待我们妻女 我们能接受吗 我记得 我 结拜大哥 有一次跟我分享 说到 有一次刚好参加活动 一些少女 上台表演 穿得很暴露 结果 旁边的人 看得很起敬 后来我大哥 就跟他讲到 我说假如 他说假如 现在 这个节目上的 这些少女 是你女儿 那你还觉得好看吗 当下旁边的人一想 对哦 可别人的女儿跳 就觉得很好看 那假如是自己的女儿呢 这转个念头 这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好 这方法很多 这些方法也都 非常精辟 那大家也可以 多看 这个太上感应篇 汇编 安事全书 这些包含 历史感应 统计 里面 还有寿康宝剑 玉海回狂 这些书 道理 还有这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故事 非常详细 大家都可以 用心地去 领受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祖先 他们 良苦用心 把它收集出来的 宝书 好 那 我们看到这连着的经句 建设而起 迎行 抱在妻女 宁愿而用案件 获言子孙 从这些经句就看得到 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 都是时时为后代着想 是很负责任的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来一起分享 逆愿而用案件 获言子孙 好 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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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p